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重庆军管会郑保处处长马友怡 我今天是单独来见你的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你说不见齐天亮是什么意思 不相信我是吧 这是我的工作证 你看清楚 放进去 哪儿打枪 走 去看看 同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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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打枪啊 好像是莉莉 我们现在都去查 走 长官 我想通了 我决定和你们合作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们得给我一条胜利 我们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关 抗击从严 这次我们是来执行天下一号计划的 怎么执行 具体方案 我们到了重庆以后 想办法找到秦天亮 执行天下一号任务的图纸 就在他身上 秦天亮是我们的人 你还不知道吗 你还不知道吗 四郎 饭好了 都检查过了吗 检查过了 是我们看着垂直班的师傅做的 也是我们新手装的 这没事了 你们快去吧 是 秦天亮怎么会是哪个人 秦天亮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人 那天审我的时候 是他自己说的 而且我们在来之前 我们长官也吩咐 到了重庆 首先找到秦天亮 执行天下一号任务的图纸 就在他身上 你先吃饭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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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看着得 走 走 行 行 行 秦天亮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人 那天审我的时候 是他自己说的 而且我们在来之前 我们长官也吩咐 到了重庆 首先找到秦天亮 执行天下一号任务的图示 就在他身上 秦天亮怎么会是他们的人呢 要不是特务亲口交代 我做梦也不可能相信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别跟我耍花样 小师姐 耍什么花样 起来 来人 来人 开门 是 你保护现场 我去报告 是 老板 现在 确实 哪 都没有 有 哪 不是 那 有 有 我 特务的供词暂时不要扩散 首长 这是为什么 梁青和孩子的照片 秦天亮到现在都没有交得清楚 再说 特务已经交得清楚了 天下一号的图纸就在秦天亮的身上 秦天亮身份特殊 万一敌人实在能陷害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单听特务的一面之词 首长 特务我们会继续审讯的 关于他的供词 我们也会做真理工作 一切都要详细证据 不放过一个敌人 但是也不能让我们自己的同志背黑锅 正一样 嗨 是我 首长 特务死了 什么 特务死了 好